你有你的世界 人有人的世界也不行 来来 说说说说 我看你公家怎么觉醒 是因为当时他是嫌我特别黏人 他就觉得我很烦 然后他就告诉我 要让我独立 然后让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后来我就觉得 好呀 那你让我独立 我独立给你看呀 那你也不能什么事情 都不跟我说吧 你过生日输液 然后连上输了十天 我都不知道 我有一次就是急性常远言 我就想着 跟他说了也没用 于是就让我朋友陪着我去 那你就找个男的陪你去吗 大晚上的 那我都急性常远言 难受的都直不起来腰 那当然是要男的来掺扶我呀 那女的能掺得动我吗 你要不希望是男的 那你就回来陪我呀 十天他都没有回来 因为啥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离我们住的地方就比较远 我工作是在深山里面 我们现在住在西安 我要从那开车回来的话 几乎要差不多半天的时间 而且是中间一下都不能歇息 不是 那个是你选择的 一个道路 我觉得没有人有权利 去说你什么 对吧 那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是 现在女生不是也在 试着独立的生活吗 但是她有的时候就真的 做得越来越过分 还做过什么过分的呢 因为她本身肠胃就不好 我都跟她说了 你平常跟朋友出来 下了班之后 然后一块吃吃饭聊聊天 早早回家 毕竟是个女孩子 对不对 然后她每次吃完饭 还要再跟朋友再去聚 然后再去别的地方再喝酒 然后明天喝完就到凌晨两三点 有的时候再过分一点 就到第二天早上 这受过分 本身她酒量就不是很好 那主要是她又不能陪在我身边 那我每天的工作 烦恼呀 或者是心里受的委屈 我也想要去跟别人说呀 我给她说 她有的时候就不回消息 因为她那边没有信号 她跟我说 所以你就买醉是这意思吗 那我喝酒就快乐一点 高兴了 那你上一次 是不是因为你喝完酒之后 然后受伤了 她本身酒量不好嘛 没喝多少 然后就喝多 不小心摔下来受伤了 这件事情她也没跟我说 是她的朋友跟我说的 还是她之前那个男闺蜜 跟我说的 因为她陪着她去 听懂了 听懂了 你们毕业多久啊 毕业三 四年了 三 四年了 对 她去创业多久啊 一年才起步 一年 她就是工作就突然一下 就特别忙 然后心里就会有那种落差感 那像一些周末什么的 也有时间回来看看吧 很少 为什么不回来呢 因为那边忙 就我之前说的 我们这是个初创公司 人真的非常少 然后我们要处理的事情 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每次上去之后的话呢 很少会就是说 抽个时间下来一下 然后再上去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你现在的阶段 谈恋爱对你来说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嘛 是不是 对 我需要挤时间 那你做过一些什么 补救的举动 来挽回你们的情感 或者说来修复一下吗 我有准备给她惊喜过 因为我长期在外面 然后她也经常说 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候很少 然后我就那么做了一次 我说给她个惊喜 然后被她就弄成了惊吓 啥意思 就是那天下午 一两点的时候 我跟她视频 然后她跟我说她要睡觉了 我想的是 她可能是头一天工作太累了 然后我说那行 那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你晚上别出去了 她说行 我晚上不出去 然后就把视频挂了 我挂了视频 我赶紧开车 然后从山上下来 然后再一路高速去到她家 我刚到她家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晚上 八点多左右了 我刚才叫小军门口 就看见她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出来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你现在准备去干吗 她说你管 我说那你总得告诉我 你跟谁去吧 她说你又不认识 那我说 我说你本来就不认识 而且为啥 你一回来 我就得陪到你身边 那你知不知道 我开那么远的路 我过来是有多辛苦 你知不知道我在那边 那你就回来休息 你回来辛苦 你就去休息 你有你自己的事情吗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吗 你一回来 我就得陪在你身边吗 是 我是觉得 咱俩现在在一起 你去哪儿去干什么 有必要稍微跟我说一下 哪怕我不陪人去 我跟你说有用吗 我都说了 我跟你说有用吗